各位股民请注意,今天你会减仓吗? A股3100点赚了指数,依然不赚钱 你是否已经失去信心? 超预期利好加持下,A股为什么迟迟不做全面花开之势? 这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神秘之手再次护盘,到底暗藏何种玄机? 乃至近期A股怎么走? 耐心看完这段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记点赞江沟柱 大家好,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今天是2022年11月25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五股市护盘的走势惊奖内容 首先,在分析近期A股走之前 咱们依然看一下全球市场 对于现在的全球市场来说 其实是一个震荡盘的模式 那么A股市场呢 自咱们3150点区域精准躲避白点下跌 那个时候,咱们在3150点区域是形成一个减仓的 然后呢,在本周初 咱们在指数的3060点区域精准抄底 所以,我再提醒啊 咱们这个派系其实是无人可及的 可是有一点呢,我也必须承认啊 虽然说啊,指数方面啊 咱们确实是赚了50点了 为什么呀? 因为咱们从3050,3060点区域开始低息 到现在啊,上证已经达到了3100点附近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只是出现了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呀? 是你赚了指数,可是没有赚钱 从进击的走势也能看出啊 有很多的投资者又开始出现一种迷茫了 甚至呢,今天有人会在早盘看到创业版灰显之时 形成减仓 那么今天你减仓到底对不对呢? 咱马上分享啊 在飞之前,听到一句啊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钱了赞 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评惊奖 下午5点收评惊奖 提前预判和沙盘推演A股大趋势走向 你得加个关注,每天准时准点来看啊 还有那句话啊 8的五评只做有良心说真话 揭穿一切黑幕内幕骗局真相的走势惊奖 咱们去马上说啊 首先我再提啊 对于今天来说啊 A股市场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啊 非常明显 其实已经是和咱们预期一样了 因为昨天我就说过啊 上证昨天在干什么呀 它是一个假阴线 为什么呀 因为红盘加数很多 绿盘加数很少 虽然说啊 两市全部都是就中阶级收的绿 但是它是假的 为什么呀 因为很明显 昨天的赚钱效应要比前天大前年都强 那么这种模式啊 一定要注意啊 当它洗盘之后 A股市场理论来说就要开始慢慢的向上了 那么你们自己看 包括今天虽然说啊 早盘出现一个恐慌 我其实特别担心啊 你们在恐慌之中 最终又一次离场 我再提醒啊 近期A股市场只要是敢于回踩的话 达到3060 3050 3040 这三个尬尬 记住了啊 都是敢于中长线 超短派 中短派 稳健派 甚至激进派 全部可以买入的过程 所以切记啊 这三个尬尬 其实是咱们的什么呀 一个定魂针 只要是没有跌破 那么上方这个震荡盘 对中结局为的只有向上攻击 而且啊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早盘的恐慌之后 是不是再次行的一个反弹模式啊 当然说啊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 有人说了 创业板为什么说今天这个总是在阴线呢 甚至说啊 现在赚钱效应为什么那么差呀 我告诉你们啊 这里的原因很多 咱们下面呢 就认真听一下 切记啊 我的视频必须慢慢听进去啊 大家一边跟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区很重要 要的帮忙 咱们继续往上说啊 首先一定要注意啊 其实创业板乃至说深称值 目前这种市场出现题材分化呀 甚至说震荡啊 其实它的更多的原因 是干什么呀 是在等待上证闯关 我在前期3150点甚至3100点 不断的给大家做波段躲闪腾挪 让大家躲避这白点的下跌 目的是什么呀 就是告诉你们了 3150和3100点这两个区域啊 中间段是一个非常风险的时刻 一旦说这里出现承压的话 就会容易出现下跌很大的空间 所以呀在每次闯关之时 它的下跌概率是很大的 那么深创指啊 本身都知道是中小盘提台股 甚至说是中小投资者呀 中小主力机构啊 它不是大机构 大主力 对不对 它是在把闯关权力交给上证 懂不懂啊 大家明白吗 也就说上证你不是大盘口吗 你不是大权重吗 那么我呢 好好看看你 究竟3100到3150能不能突破过去 如果能的话 那么我深创呢 我再慢慢的追 懂吗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一定要注意啊 切记啊 在往年的历史之中 比如说啊 都是一个下跌了啊 这两个都是下跌了啊 无论是上证 就比如说啊 这是上证 这是创指 那么在下跌之时呢 按照理论说啊 当上证都已经见底了 开始慢慢悠悠的上上冲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深创还是的 还是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要等待上证 到底这个剁手能不能形成雄起 一旦说 比如说他已经出破了什么 上方的一些压力均线了 然后呢 慢慢的升起 其实你要看到 有人说了 哎呀 咱们赶紧去上证那边啊 去去坐盘吧 为什么呀 因为他已经涨那么多了 其实你却错了 为什么呀 其实你一定要记住了 你不要感觉上证啊 是涨了一点了 但是深创这边 如果一旦崛起的话 它的速度要比上证快 懂不懂 所以你要明白 现在是干什么呀 是上证在搭台 题材等待 甚至说调整之中等待畅息的过程 大家明白这道理吗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 也就知道为什么3100点 3150现在深创在等待着上证这份单带 以及说护盘了 明白吗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A股市场现在既然说需要护盘才能闯关 3100到3150 那么来了闯关对象了吗 来了啊 是谁呀 大家注意呀 今天从盘口来看已经出现了几个非常大的信号了 第一中字头又动了 注意啊 这是其 其二什么呀 是外资今天强大的流入 第三什么呀 一定要注意呀 是证券乃至说国家大基金又在早盘一动 代表什么呀 代表现在神秘之手又来了 在护盘 甚至说降准预期在近期会出现 这个模式房地产也在拉升 想想这些板块 你有没有发现都是我喜欢的中长线呢 就能知道啊 A股市场这个位置在用一些神秘之手护盘 甚至闯关上方这个压力区了 一大注意啊 早在昨天我还说呢 这个绿线是假绿线 为什么呀 因为第一 它是一个缩量绿线啊 冰点地量见地价 而且呢 这一天啊 它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自己想一想 是红多绿少 本身赚钱效应比较大 那么今天呢 一大切记啊 市场如果说真实出现了这种模式之下啊 小红柱出现了 然后它正好把上方这三根均线全都吃掉了 这叫什么呀 叫做一阳穿三线 对不对 那么一阳穿三线所形成的是什么呀 是有可能再次的阳包音 所以啊 市场这个位置 一旦说真实建立构成一个权重搭台神秘之手护盘之后就会干什么呀 切记啊 就会形成全面花开了 所以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切记啊 我认为你们这里应该再等一等 我再提起啊 三千一百五点 在别人所有人都在看多的时候 我直接告诉你们 会形成一个回踩 那么 减仓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我再提起啊 本周我不断的穿红马甲 目的是什么呀 就告诉你们啊 上证3060 3050 3040 越跌越买 这个位置 截至目前为止啊 咱们没有错 那么后面 我认为市场会有一个极限的反冲 拨断派 超短派 如果想要做买阴卖阳 拨断求生 可以做 但是要保留五成仓位 攻防兼备 然后呢 你切记啊 那些 比如说底部 你就根本没有涨的 我甚至认为 你连动都不要动 不要做不断了 因为中长派 我在前两天已经多次告知了 又可以进行低吸了 这个位置安心的拿下 等待再次出现2885 涨到3150的奇迹神话即可 所以不废话啊 今天无论有多少人恐慌 这个位置我会给你们信心 为什么呀 因为该检测的时候 咱们得减仓 但是这里绝对不该减仓 而是逢低布局 等待强大拉升 再次提醒啊 不要追涨 要懂得买阴和卖阳 不是买阳和卖阴 切记啊 好了 新朋友记得加关注啊 老朋友记得点赞啊 咱们下午五点啊 再看看权队的走势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A股的收平 切记啊 下午五点记得来看啊 咱们下午五点儿 好 哦 感谢观看